請鍾盛友議員質詢時間四十五分鐘 大會主席 市長 所有的單位主管 我們的市民朋友 我們的同仁 媒體機的朋友大家早 那麼首先 就是有聽人家在講 就是有關這個氣爆的國培案件 那麼有在反映說 請市府賠一賠不要再上訴了 那對於這件事情 是不是請我們 那個許副市長來做一個說明 謝謝議長 謝謝眾議員 我想在氣爆的這個責任賠償上面來講的話 其實市府最著重就是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讓所有的災民在最快速的時間裡面獲得賠償 第二個就是完整的把氣爆的責任 釐清公諸於整個社會大眾 那所以 依據這兩個立場上面來講的話 如果是針對國培 在國培訴訟上面來講 其實只有當事人對市府這一個責任 整個國培訴訟的過程裡面 其他的造勢者都不會來參與 包含中油也好 李長榮化工也好 或者是華為運也好 這都不會來參與 所以 他基本上不是一個全面性的一個追究責任的這樣的一個途徑 而且 這個如同剛剛其實議長有提到過 一方面 這一些可能的造勢者都不會參與這個訴訟的過程 二方面 當 國培的訴訟如果定驗了之後 不管是當事人也好 或者是市府也好 都沒有辦法再去像這一些可能的造勢者去提起訴訟 也就是說 如果今天是用國家賠償來滿足了這一個損害賠償的話 這一些可能造勢的財團 他都沒有責任了 這不是一個公平追究責任的一個態度 所以我們一直是強調市府不會去逃避責任 即使這個責任是23年前 高雄市政府的責任 我們一樣都會去承擔不會去逃避 但是我們希望在民事訴訟的一個完整的過程裡面 把所有可能的造勢者放在這一個訴訟程序裡面 去釐清這一個真正的責任的真相 我相信這也是所有的社會大眾所希望看到的 第二點 在儘速的滿足這一個災民的損害賠償 這一件事情上面來講 包含我們的代位球場 目前已經發放出去是6200多萬 包含我們其實盡量去促成的罹難者和解的部分 目前的和解的總金額 高達這一個2億8千多萬 這兩個數字加起來大概有10億 這都已經發放出去了 雖然可能會有這一個一些個別的狀況 或者少數的人他認為這一個賠償金額 他可能覺得不滿意 可是的確是否已經盡力發放 大概處理了10億的損害賠償金額 已經早就這一個等於是發放出去 讓這一個所有的災民 大部分的災民能夠在最快的速度裡面 去滿足他們的這一個 這一個損害賠償 讓他們早日去填補這一個傷害 那以上跟眾議員做這樣的一個報告 謝謝副市長 讓市民知道 我想這次災災發生以後 那個當然是長久以來 第一次發生這個 那麼在我們市府團隊 在市長領導下 所有團隊大家動員起來 把這次的一個七八的案件 能夠盡速來處理 那麼對民眾有些的反應 我相信大家市民都很支持肯定 我們市府的做法 謝謝 那麼接著下來 請幫我放一個影片 請幫我放一個 金錢片了 有多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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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能這樣損一臉 所以啟動是100咯 好 谢谢 那么这个美农地区 这个集养的这个大峡谷 那个集养地区的 这个被盗采的这个大峡谷 那么现在还是继续 有不肖的业者 勤到废弃物跟这个毒物品 所以那个地方的人都非常的恐慌 因为那个大峡谷的附近 就是他们居民的水塔 这就是营用水的一个水塔 那么他们担心 那么他们也邀请来跟我们服务处 要我说地方上 他们要到那个地方去 要让我知道 让本席知道 希望我能够反应市府 那么结果我说 那不用太多人 就是只要了解状况就好了 所以那个集养地的里长 跟这个集养里的两位里长 还跟一位地方的人士 就由陪同这个 便习就实地的去看 当我们去看的时候 你看他还有烟 你看看 都在这里烧就好了 还在燃烧 所以这个时间 已经很久了 这个是夸吉处的业务 所以我是希望说 我们看这个福岛相关业务 像这个有牵涉到精华局 农业局 水利局 还有那个几个集处 都是这个福岛的希望这个副市长 能够召集一下 看看这个要怎么来处理 第一个呢 他们那些人现在都怕 头一点就说健康的问题 就是这个 人家又在那里 他那些都有积水 他离那个水塔 连那些饮用水都很紧 是不是有毒 第二 这个时间已经很久了 既然还有人会到那个现场去 寻到这个垃圾 所以我们是感觉说 这个有希望 辅导业务的副市长 来做一个整合 等一下也邀请副市长 相关业务的副市长来做一个答复 看不是要怎么做这个 来回复 因为这个很多 第一个可以带执行 代理行 做这个东西 还有第二 因为你看美龙 其三家 包括那个 那个水利署 河川级 跟我们的水利局 因为到年底的时候 都很多到衣钦 要钦到的头 什么的 那个都可以去恢复 第二 中央回复后的时候 如果是这些 可以用代执行 把这个 要求这个地主 来厂还 跟他求厂 如果没办法求厂 当然就可以拍卖 用代理事的方式 以上有几件相关业务的 我这件来请 副市长来做一个说明好了 请副市长说明 谢谢议长 谢谢中议员 有关于这个烂采 沙石造成坑洞的部分 那我想我们 主要的全责机关 主政机关在环保局 那这部分我们会 依相关的规定 来做处理 那这个部分 我想 这个七字场 这会有一些 这个毒物的部分 有毒物品 我们尽快 来做一些处置 这个我们赶快 汇集相关机关来做 本省是 跟那个副市长建议一下 因为这个是 牵扯四五个单位 所以这个要 副市长来整合 看这些事情 要怎么来处理 让那些居民 目前 他们在那里 饮水的人 就是用那些水沙水的人 整整都用那些 水沙没很近 他们是说 不知道吃下去 有毒还是没毒 对这方面 看看副市长 要怎么样来处理 这事情真要紧 这个开设居民的 这个 饮水安全各方面的 这个 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尽快 刚刚 议员有提到 相关的局势 我们都会来 快来召集 来提出对策 快来处理 有没有想到要整合 给他用待执行的方式 我的意思就是 恢复原状 当然这个规定 这个都有相关的规定 我们来 来处理 朝这个方向 好吗 谢谢 谢谢 那么接下来 等一下我要请教教育局 现在我们大家都配合中央 就是南向政策 当然你要推行南向政策 第一个 当然接触的就是语言 就是语言 不过很多台商 在外地的 他们都一直在 要我们议员反应 就是说 他们希望 台积 自己的干部 他们都有语言能力 这样就对了 当然这个语言能力 是 基本上的教育 或者是开班 这些 能够有机会 让他们去学习 这是最重要的 第二 台湾 目前 很少有学 很少数的学校 有这个东南亚语 学系的课程 缺乏 熟练东南亚的那个人才 跟师资 这都很欠 因为目前根据104学年度 新移民子弟 就读我们国中小的 全国 越南最多 八万四千多 再来中国大陆七万九千多 印尼 菲律宾柬埔塞 泰国 在我们的高雄市 就也是越南的最多 就九千多人将近 接近一万 中国大陆八千多 印尼 一千四百多 那过来 菲律宾柬埔塞 这个泰国 一项的新南向政策 当然 这个人才的培育 种种 看我们的教育 对这方面 如何来着手 你们的贵位是怎样 请局长来做个答案 请局长回答 谢谢主席 谢谢中议员 谢谢中议员 关心这个议题 那这个议题呢 因为响应总统上了以后 新南向政策 是国家重大的政策方向 那就高从事来说呢 因为陈局市长 向来都重视 小孩可以说妈妈的话 所以新著名的 这个语言的 这个学校的教学 已经进行了很多年了 那这次特别提到 越南 印尼 菲律宾 柬埔塞 泰国 那还有像那个辽国等等的 这些新著名的子女 现在要配合107年的课纲 是教育部定的这个课纲 那所有的小学 就要教授新著名的母语了 所以现在不只是高雄市 那全国教育部呢 都在做这个语言人才的培育 还有另外就是编撰 那个语言的这个教材 有七个国家的东南语的教材 现在教育部正在编辑之中 那高雄市做了很多事情 也包括我们的新著名的母语班 以这个今年来说 我们就培养了113人 作为那个新著名本身 可以去教授母语的 另外就是来自大学的 这个东南亚语系的学生 还有国际生 还有乔生 将来都是新著名母语的人才 那我们在今年去访问越南以后 特别看到台商的需求 所以我们高雄市的 作为新南向一个前进基地的 主要的教育目标 就是培养懂得双语言 双文化的人才 对文化也要有很深的认识 另外就是对台商的产业的发展 培养他们所需的人才 所以跟台商也是密集的合作 相信这一块将来可以做得不错 好谢谢那个 谢谢局长 接着下去 就是有关这个 三菱大学员区飞行散 那么 本时 本时在那个 已经有 有那个 有那个 请教过了 现在目前是说四倍一年 但是我问地方上 都没看到 不知道什么时候 没有什么注意到这个问题 不过民众关心的就说 这个要快点促成 因为这个还要试费 还要检讨 种种的一个过程 市民期待就说 快可以完成 这样就对了 所以我借这个总咨询 来看要请局长或是体育处长 来跟我们做一些目前的状况 谢谢中央委员 还有关心这个 飞行散活动的乡亲朋友 大家都好 那其实因为这个评估一下 我们的三菱区叫做青叶山 还有日光小林 还有大爱园区 这一个基地上 看起来都蛮适合做飞行散 但是飞行散毕竟是一个专业的运动 它还要有专业的教练 还要试飞过 所以体育处 因为体育处没有来做总咨询的背询 体育处就委托给我们中华民国飞行运动总会 来办理试飞 那这个试飞是从今年5月28号正式开始启动试飞 所以大家如果没有注意 它其实常常要试飞 预计到12月9号会结束这个第一阶段的试飞 那每一个季节 譬如说5月到6月 7月到9月 10月到12月 每一季的试飞完以后 都要针对飞行的状况 场地的安全跟气候资讯 提供相关的评估 那提供给我们体育处 那今年12月9号以后呢 就会提一个年度的试飞的总评估的报告书 根据这个总评估报告书呢 那我们就可以做下面的这个飞行伞的正式的将来的试飞营运的一个准备 那以目前我看到的资料显示就是说 在5 6月的适合飞行的日数没有太多 他们的前面的报告 7到9月山上道路上会有些问题 有些路机掏空等等的问题 那现在正在飞的时间就是我们的10到12月 相信这会是一个好的季节 我前两天看到电视上刚好有播 觉得说这个360度的环景相当的漂亮 所以我们还是很希望这个案子能够尽速是非结束 也让我们的市民朋友的期待呢 能够早日或者实现 也对这个区域山林区的这个观光产业有所帮助 谢谢议员长久的关心 谢谢 好 谢谢局长 接着 因为我是来自齐美地区 大家都知道 那个是一个比较偏乡的地方 那么我左航的所有学校的一个中和啊 目前偏乡的国中小 在第一线的时候呢执行贯彻教育政策啊 所面临的困境啊 有几点 第一个就是教师人力资源之配置啊不够完整 那么第二呢就是教师啊流动力啊过于平凡 哦因为普通人一个啊 都要起来无愧就掉出来了嘛 啊偏乡的学生的文化刺激啊 处于比较弱势的水平啊 偏乡学校物资资源短缺啊 啊本色还是不要说过哦 整个的那个学校很多都透过家长会 还去协助啊帮忙这个营养午餐的募捐啊 那么偏乡学校学生上课的上课时间啊 通常就比这个都会区的要早一个小时到校 哦 偏乡学校寻迷聘勤 教师兼行政人员啊不易啊 那么这个更换的频率也非常的高啊 那以上一几点来请教局长 谢谢哦中原长久对这个偏乡小校的关心 议员提到了这个六点确实是几十年以来 存在的这个现状跟问题哦 那对于说这个人力资源尤其是流动频繁 然后代理代科老师过多等等 那这些问题呢经过大家的整体的反应呢 那教育部也做了一个特别的回应 就是今年一百零五年 一百零五学年度开始 九班以下的学校呢他增加老师一个人 六班以下的代理老师增加两名 减班两班以上的代理老师增加一名 九班到二十班呢行政能力加一哦 所以在国小部分呢一共增加了77个能力 那国中部分呢增加了60个能力哦 那议员来自的地区我们这个大旗山这些地区 确实是高雄小校分布最多的地方 那我们觉得每一个小校呢都代表了当地的 文化历史重要的一个特色 所以我们希望小校是可以永续经营哦 所以我们还有一个方案叫做小校教育翻转在地 就是小校如果跟社区能够充分结合 然后让社区的人才呢由小校来培养 将来能够社区有永续产业的发展哦 那这个计划进行到今年是第二年 第一年有二十七个学校参加 今年有二十八个学校 分出了八个叫做高雄学堂的路线 那我们正式要启动就是说 山跟海的学校的交流 城跟乡的共学哦 我相信这会带动很多人会进到 我们的偏乡小校进行学习 那议员提到的关于最重要一点 就是那个失智不稳定 那教育部有了这个方案以后 我相信是有帮助的 那另外在文化刺激的部分 我们有教育生根 艺术生根的艺术家进驻的计划哦 那另外我想就是有一个重要的方案就是 偏乡学校的一个振兴条例 这个草案正在立法院 就是说我们增加了教室能力啦等等啦 可是整体看来偏乡的问题 还不是能够得到彻底的解决 所以希望在这个偏乡教育振兴条例里头呢 给予各个县市各个区 更具有弹性的多元化的一个规划发展 所以可能会用更多的能力能够进到这个偏乡哦 这个条例正在立法院讨论 那我们也会进行规划 那到时候再跟议员多多请教 就是偏乡我们怎么把它照顾好 那偏乡是有机会有希望继续发展的 那学校办学是有特色的 希望往这个目标前进 谢谢 好 谢谢局长 接着下去 我要请教教育局 那个农业局的 因为我有好几个建议案 所以我就把我的建议案 说明了以后呢 再由各局处 依序呢 看有多少时间来做一个回复 那么第一个就是今年啊 受到台风与环流的影响啊 打乱了工作的时序 大家一窝风嘛 那农政部门要如何来运运 这个季节性产销的采收的问题 一窝风都出来了嘛 这样啊 像现在也想像 好天的时候 要叫那个天娃的香蟬 他叫他叫都用排列的 都在争 都在争 当然这个同时做下去以后 到彩色的时候 不但是这个蔬菜这些都一窝风的出来 行销的问题 这方面要怎么 那么第二个就是公众啊 农民啊要更理的时候 这些的状况 站在这个农政单位 要怎么协助地方 协助农民 这是第一点啦 这个是很厚努的啦 因为我们高雄市政府在局长 这个努力的经营 我们的不但是一路农夫 二日农夫啊 这个是 哎 连国际上啊 都了解到 哦 所以呢 哦 那里有一个班 一个 保证也保证得很大便 就是说海外的游客 只有上半年度呢 就已经有上万人了啦 那么开办三年来呢 就吸引四万六千多 哦 国内外 旅客啊 走入我们高雄的农村 哦 那么希望呢 本习是希望 能够规划 啊 更多元的活动 让人家收尾 U-K哦 我就说这是国内外嘛 都可以来咱高雄出湿 这样啦 那么 这个是财政局啊 过去的时候 县实合并的时候 本席就有请财政局 是不是能够在其他美能地区 能够来设立高雄银行的分部 那么后来就经过答复以后 就是考量到业务种种来讲 是还没有办法这样子去 不过本席要建议 就是说能不能在其美地区的每一个区工手 那么设计有高雄银行 具存提款功能的ATM 这样来服务市民 因为高雄银行是高雄市政府的 那我们高雄市政府来为我们高雄地区的民众来服务 这个不是只有提款 存款也是一种业务 这个我先拜托财政局西方局长 我来研究一下 就是在每一个区工手 因为这个业务上也是一种业务 第二个能够到偏乡去服务 有一个据点 这个是来俗口看看 你们来评估看看 这个就是精华局 就是本社会建议 在这个规划美农区设置工友市场 眷钱在地居民民生生活机能 并改善既有瘫痪影响交通之乱象 本身在地方了解有建议 就是在这个魏城公路跟美中路交叉路口 及自强街三段之区域 首辖序为整个美农区的一个中心点 来往这个市中 第二个呢 是建议透过市地重划来取得工友市场土地 因为这个地就是现在 那个现在有的流动市场 在那个的正对面 那个地方现在也是杂草重生 这个台医跟这个窟公所 大家看能够会考 做一个营救看看 看能够 不然当期的时候 都在那些团房那些 这个也不亚关 第二个能够提高我们高雄市的一个品质 这点大家考虑一下 本市团要建议 看能够在山林区 找到一个工友市场的地 这个我们台29线 那个地方 就是有些也是 有学校就要争取做大专烟校 现在可能学生的较多 较少了 可能就是我们来找找地找找看 希望如果有机会的时候 能够在那个地方 来设一个工友市场 顺便的来设这个 局長对于这个山林的招商的情况 山林大的商业区 这商业中心 目前我知道有三个 三个那时两个已经跟市府已经解约了 存一个 也听说有在亏损 所以这一点 这个是过去大爱的时候 就是八八水災 用赛款的 差不多将近花了五千多万 来新设完成 希望 当然这个是不很好做的 很好做的人就去唱了 我也知道局长 利用周 礼拜天 带着一级主管 那个科长 都去快迁到一招商 有对话 有跟他接 我们都有聚在一起 都都都了解这个 目前的状况 不过这个是 地平 会觉得大家都要希望繁荣 但是我们这个东西不能成为文字馆 要发挥这个功能 当然这个要很用心 不过 地方的事物 我们有希望政府来协助解决 那么接下去 就是市府跟台糖公司 合作活化台糖的资源 结合三居 九屈三层的九屈 在地方社团 打造具有观光运转功能的地方物产园区 争取经济部的补助 规划设置经费 在一百零五年十月十一号 已经互审通过了 那么贵局要如何结合在地的受谈 要怎么来接触 打造具有观光功能的物产园区 这点先 请杜哈吉来跟我们做个说明 请局长说明 还有一个 局长请坐一下 还有一个 那个水利署 针对美农地区的一个整治计划 是否有定 定期在美农区亲疏规划 尤其是中坛桥 上下游到旗山的旗山系的交接处 这次 这次六月份以后 在那个美农的那个天后宫那里 那就已经先亲疏了 所以那时候 刚才我们上回那时候 那个台风的时候 你看看它的水还中到这样 但是一天啊 二十小时雨量打到六百毫米了 当然我们要为与筹谋嘛 为地方上永远不要遭受到这个淹水 当然这个是 这些水利署的 这当然是河川局的 不过 我们站到议员的立场 庭船上 当然要欢迎庭船上的心声 请我们的水利局 来跟他们多做沟通 总结这不是只有那些出口而已 甚至你看西州这些啦 这次大家看了很多水灾都知道嘛 因为你要水的到那个 石岸西的尾端那些 因为它的土都用起来 所以 你说摆水不好的时候 出水 有不创通的话 当然我会准水 会做成这个 所以我是本学是要建议加工 这个地段要加强反应水利署 要加强来清书 那么 接着就是 希望我们 那个公务局 这个八八水灾以后 这个 保来 六归新花之保来的一一三线 就是已经断掉了 但是我也知道这个 经货非常的庞大 经过我们邱立委 也召集中央跟我们市府 相关的单位 新工养工这些 包括林务局啦 这个相关的单位 都也曾经到地方上 到那个立委的服务处 来讨论这个问题 我相信 因为 那个柜局有提出两个方案嘛 都有规划了嘛 有规划有说明了 现在就是 我们继续欢迎 拜托我们 我们高雄地区的立委 大家来帮我们帮忙 第二呢 市府来 多加跟中央来联系 看这个经货 扎一立有 可以说扶货这个区段 这样啦 以上 那就接着就请 余序来 请我们单位主管来 打呼 请相关局长回答 谢谢议长 谢谢中议员 那关于中议员关心 这个旗山堂场这个案子 事实上这个旗山堂场 它从1911年 开始开场之后 到2002年就闲置 那闲置资金也是几年 那可是旗山堂场 它对于我们 整个大旗美三城九区 它是算是入口的第一站 所以为了 类似像均衡 我们的整个这个城乡的发展 再来就是活化堂场 那首先 我们就思考说 是不是先跟台糖来谈一个合作 大家是不是有个可能 把它转型成一个 对于地方有帮助的一个 发展的方向 那同步当然是 这个是旗美三城九区 那我们在去年开始 有这个想法之后 也积极跟在地的许多社团 那包括可能议员熟悉 包括旗山农会 包括说我们东高雄的 观光产业联盟 那以及堂场的社区发展协会 以及旗山的联合社区营造协会 还有旗山的形象商圈 旗山促进会跟六规的观光修行协会等等 大概有数十个这些协会 跟这些在地的团体社团 我们都一一的去拜访 那也在今年 我们也办了一次的这些座谈会 了解大家对于这个旗山堂场 未来活化再利用的一些方向的一些建议 那这个案子也在今年就是11 首先是7月我们先取得台塘 跟我们的合作的意向书 我们签署了 那今年11月我们跟经济部申请 那个地产基金的一些规划费用 今年11月也确定 那现在我们正在进行 所谓的设计的一个作业的发包当中 那以上是最新进度跟议员做一个说明 好 谢谢局长 好 记者 谢谢局长 谢谢中议员 那关于我们这个 在旗山溪跟老农溪的这个数据 那这个部分我们在11月22号 有发文给这个第七核串局 那核串局也针对这个旗山溪 跟老农溪的整个数据 每年都有固定的一个清淤计划 那在刚刚议员提到的这些位置 今年度确实在雨季过后 预计的非常严重 那企业局这边如果清宿完了 我们在明年训期前 可能会再去协助 全面做一个检视 那除了这一些河川以外 我们自己本身夜管的区域排水 我们也会同步办理清淤 以上说明 好 谢谢局长 接着 好 谢谢主席 谢谢中议员 中议员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美农的 公有市场的问题 那因为中议员有研究过 也知道说现在公有市场 其实没有市场用地 所以要透过 可能要透过湿地重化 来做取得市场用地 不过我跟中议员报告 就其实我们有去现场看过 那您提到就是说 现在规模最大的就在美中路 那美中路上 我想你很清楚 就是以前的市中心 那一边 它那整个美中路那里 其实我们原来的公有市场 也在附近 可是原来的公有市场 其实基本上就剩下十一摊 就大家不爱进住 这是公有市场的问题 那我们在路边 我们看到它现在美中路的状况 大概都是它的店铺延伸出来 卖鱼 卖鸡 卖猪肉 这些东西大概是那 然后它有一些卖青菜的 比较简单就是发财车 或是地上简单摆 所以美中路那边是最热闹的 那因为美农那边有好几个部落 像我也去中坛看 还有山将辽 上下足尾那边 大概都是三四间店铺集起来 大概就在那附近买东西 所以我现在要考虑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的公有市场 如果盖起来 会不会这几个部落的摊商会集中 我觉得这个要跟大家先了解一下 这跟中议员报告 就是说这个一定要确定 就大家愿意集中 因为那个已经有店铺的 其实相对来讲有困难度 这要跟中议员先报告第一件事 那第二件事 您提到山林那个部分 山林大爱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原来的厂商 11月30号会点交 我们就会上标 那现在是有在地的厂商 来跟我们讨论 他们要做一个特色市集 在大爱市场 我希望能够做起来 我相信那个中议员 大概也跟他们知道 就做可能是做一些 异品之类的东西 那我觉得这个是 很有山林的特色 我们也会尽量来协助他们 那大概是有关于市场的两个问题 跟议员做个报告 好 谢谢局长 好 接着 我跟中议员报告 刚刚中议员建议在齐美地区设置 请我们高营设置ATM 我想这个建议很好 刚开始你是说建议设分行 其实设分行因为法律上有总额的限制 所以有困难 那今天建议说在齐美地区 我想你的建议很好 就是说比如在奇商工所 或者美容工所在那边 我会请高营去演绎 去演绎看看设置的可能 可行性 因为法规上有什么限制 我不知道 请他们去演绎 但在这之前为了服务当地 我们比较大齐美地区的居民 大概我们高营这方面有提供 这个也请中议员跟当地的我们的市民 拜托讲一下 我们有提供每个月有八次的跨航 跨航的提款的免所需费 就一个月有八次可以跨航去提领 就从农会的那个收银机ATM去提 那个是免费的 而且还有所谓的网络银行行动银行 还有网络的ATM24小时的服务 这个都有 这个年轻人比较会做 老人家可能要教他们才会 我想目前我们还没有设置这些之前 有这些服务 也希望中议员帮我们宣讨 我也会请高营到奇美地区那边跟大家说明 好 谢谢您 好 谢谢局长 好 接着 接着请农业局回答 好 谢谢主席 谢谢中议员 中议员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农产品产销适应的问题 那么我想农产品产销适应的问题 今年大家面临的汽油的因素变成很大 那么现在我想我们也建议农委会 农委会也有接纳 第一个就是加强我们整个温室的面积的量 也就是栽培面积一定要扩大 另外还要再加强它整体的结构安全措施 移应的墙台 第二个应该精准的盘点 我们市场的需求量能的不足量 然后精确的核准我们的进口量 并且掌握它的市出量 然后第三个在国内方面 你应该要扩大我们的滚动舱子的量能 也就是说各区有滚动舱子的量能一定要扩大 然后接着下来 我想在这个方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说一窩蜂的抢中是什么的 在复根的时候我想应该 尤其这个短期周五的 就是说我们的杂粮方面很多 那么这个方面我想在复根的时候 应该加强我们农民的教育宣打 市场上的需求量已经饱满 就是满足了 我们不需要在一窩蜂的抢中 然后第二个 我们应该是加强国内的市场的需求 以及拓展外销 最好最后我必须要赋予的 任何一个农业的政策 我一定要推动积极的加速推动 六产产业的一个积极的推动 六产产业以后我想会 缩解很多的困难度 那另外在一磷方面 我想刚刚中研所显现的是 工部门的量四万多是工部门的 那至于是社区自己去接的单 我们还没有估算下去 但是我们一磷农屋方面 现在的整个一个滚动 我发现到我们也必须要在求新求变 并且要创新 所以说原来的DIY 比如说白萝卜的 拔白萝卜或者是农村体验以外 我们会加强庙宇的巡礼 还有我们老宿的巡礼 以及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院长官员区宠物的一个巡礼 这些我们一直在滚动 我们希望有新的玩法 新的创新的创业 让我们的民众能够积极来参与 以上报告谢谢 以上 好 那今天咨询到这里 谢谢辛苦了 谢谢中医员 我们休息十分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